继续讲巴黎奥运会的华与宇宙 今天是羽毛球片 先来说说亚洲地区 主要是东南亚 马来西亚是羽毛球强国 该国的羽毛球名将 拿督李宗伟拿到过奥运银牌 把今天视频里涉及的各国30名运动员 只分做两类的话 可以分为南洋系华人 以及新移民系华人 马来西亚的七人都是南洋系 及东南亚本地华人 他们祖先在之前的几个世纪里 飘洋过海来到了东南亚 属于中国南方汉人的自然外溢 在前两天的那场中国国家队 以及中华台北的中国得比 羽毛球男双决赛之后 三队选手之间交流 讲的都是中文华语国语普通话 一样东西 按照区域来分 来自马来半岛北部的有李子佳 陈康乐 吴景威三位选手 李子佳是今年男单同牌得主 马来西亚到目前为止 在巴黎奥运会掌获的两枚奖牌之一 来自于吉打州 马来西亚福建人 他本人是会讲闽南语的 在当地叫做福建化 或建委 陈康乐 亦来自于吉打 吴景威 宾城人 当地华人是以闽级占六成半 朝级占两成的 不过他来自于大山脚 该镇以朝周人为主 来自于中马地区的有 陈塘杰和苏伟毅 陈塘杰来自于乙宝 粤语城市 他的籍贯可以算作是台湾 因为他爸爸是桃园客家人 妈妈是本地的客家人 桃园客家人在网上的祖籍 可以追溯到越东一带 苏伟毅 男双铜牌得主 本届马来西亚的两枚奖牌 可见都是由华人所摘得 他出生于粤鱼城市吉隆坡 父亲是前马来西亚羽毛球国手 苏英什 舅舅是92年汤姆斯贝的冠军 苏明强 二人的名字拼写 都是非常明显的明南语 所以苏伟毅的名系也是明朝 吉隆坡是这样的 作为首都 他会有全马各地的华人搬过去 不过在吉隆坡土生土长的小辈 一般都会讲粤语 不论是不是广富祖籍 苏伟毅本人也是会讲粤语的 男双里边还有一位是谢顶峰 来自于南部州 马六甲 看姓氏 祖籍福建 还有另外一位杜仪伟 也来自于马六甲 在全队八人当中 七位都是华人 唯有一位蒂娜 他是马来西亚的另一个民族 印度裔 据起来说是泰米亚人 出生在吉隆坡周边的一个城市 叫做巴深 这是一个闽南裔华人占多数的城市 华人之间讲的都是闽南语 那作为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的一份子 这位蒂娜除了英语 马来语 泰米亚语之外呢 也能够讲新马华语 而且讲的非常流利 像他这种呢 其实还不是个例 非华裔能够讲一口流利的华语 在马来西亚也能看到很多 隔壁新加坡 派出的是一个四人的全华班 洛健佑 出生在马来西亚的槟城 之后规划到新加坡 祖籍在泉州惠安 之前呢 泉州乔伴还给他家写过贺信 许永凯 新加坡出生 不过父母都是槟城华人 然后他本人也在槟城长大 杨家敏 新加坡出生的 父母是马来西亚柔佛州的 然后他出生的时候呢 仍然是一个马来西亚公民 到了2011年才规划入新加坡籍 程威涵 新加坡出生 祖籍呢 也是敏朝 四位当中 三位都有马来西亚华人背景 事实上 因为新加坡本地华人的 生育率低迷 那为了维持 基本国策当中的各族比例 马来西亚华人呢 一直是新加坡 吸纳华人民的 一个大来源地 另外一个大来源地 就是中国大陆 羽毛球强国印尼 曾经有大批的华裔名将 比如说叶成万 魏仁芳 王连香等等 甚至中国的羽毛球事业 也是在一大批爱国的 印尼华侨归国之后 把印尼的技术带了回来 然后才发展起来的 那是五六十年代的故事 所以就像乒乓界的 华裔宇宙一样 羽毛球界呢 还有一个印尼人宇宙 比如说阿赛拜疆队的 羽毛球选手 就是两个印尼人 咱们说回华裔啊 本届当中 印尼队有乔纳坦 他是出生在 雅加达的华裔基督徒 华裔三代 泰国是一个华人 深度融入当地的社会 有40%的泰国人 有完全到一点点 不等的华人血统 从这个角度来说呢 9人之中有3.6人 都会有华裔血统 不过很多是看不出来的 比较明显有华裔特征的是 沙西利 他的姓是 Tella Talachai 很有可能是有 潮州话的郑 登泰华而来 另外一位是昆拉伍特 今年的南丹银牌得主 那这也是到写稿为止 泰国唯一的一枚奖牌 他与父母都有 很明显的华人外形 非洲大学的独苗 是毛里球斯美女选手 Kate Fukun Fukun是他的祖先的名字 他自己的名字呢 叫做Kim Lee 可以译作为胡锦利 毛里球斯是研究 非洲华裔的重要一环 本地有大量的 阻击梅州地区的客家人 他同时也是非洲大陆 或者刘宁旺等 其他非洲岛屿 不少华裔的祖先 在千禧途中的一个中转站 本届有一个 斯维士兰队的游泳运动员 吴赵新宁 他的爸爸就是来自于 毛里球斯的华裔 接着来看一下欧洲 有比利时队的Lenart Tan 也是南洋系华裔 因为他的爸爸 是来自于印尼的华人 母亲是比利时荷兰语区的人 其哥哥于汉坦 也是于毛球运动员 对于他的名字呢 国内翻译叫做谭连尼 这个其实是非常离谱的 陈连尼 其实才更符合他们的身份 包括其哥哥 也不是谭于汉之类的 陈于汉 才更像一个印尼华人 有湘英 拼成的复古风格的汉语名字 东道主 法国队里边有一个 齐雪飞 南京人 前中国国庆队成员 19年才拿到法籍 算是一个新移民 德国队有个李怡峰 出生于德国 父母都是上海人 华裔二代 算是广义的新移民系 然后我们来移步到 新大陆的三个移民大国 美加澳 美国羽毛球代表队 是一个七人的全华伴 林森 Chu 邱凯翔 出生在华裔 以及亚裔的大分部地 加州 集管台湾 哈卧 Chu 舒芝浩 出生在加州局郡 集管台湾 Jenny Guy 盖洛 出生在马省 大陆移民二代 双胞胎姐妹 许心飞和许怡飞 出生在加州的San Jose 大陆移民二代 加州 约书亚原 出生在加州 华裔二代 还有一个张贝文 辽宁安山人 以前进过新加坡队 帮新加坡打过比赛 和当地与协矛盾之后 又去了美国 加拿大队 是一个四人的全亚裔阵容 包括三名华裔 还有一个日裔 史沧尼尔 李文山 香港出生 现居于大多伦多的万景市 该是有一半的人口是华裔 是全家华裔比例最高的城市之一 杨灿 出生在多伦多 华裔二代 籍贯湖南 董 星宇 苏州人 前南京队成员 陈运会金牌得主 16年入的加拿大籍 澳洲队的三人 也是全亚裔阵容 包括两名华裔和一个印尼裔 Tiffany Hall 何献如 在悉尼出生 父母是香港人 于亚杰 父母都是前中国队成员 退役之后去澳洲从校 其父亲叫做于奇 没有查到籍贯 不过于是一个山东东北新 母亲叫唐贺田 贵州人 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 女双同牌得主 综上羽毛球 华裔宇宙有30个人 与上期的乒乓球宇宙相比 国内出生者只有4人 明显大大降低 多是至少第二代的华裔 其中美加澳 以及欧洲的华裔二代10人 上海的16人 是更早期的 夏南洋时代的华人后代 其中与马来西亚相关者就有10人 外加陆港台三队合计28人 共计中国血统者有58人 占全部175名选手当中的33% 好了 以上就是羽毛球华语中的全部内容 我是东沃 拜拜